我叫顾丽华 目前是威利亚中国区市政水务副总裁 管理9个市政项目 有超过9000名员工 被大约4000万居民提供供水服务 合资初期威利亚给了我一个挑战 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个视频 有关他们如何在法国里亚运行的一个市政项目的视频 希望我在短期内可以让浦东项目与里亚类似 浦东是上海的一个行政区域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浦东发展非常迅速 如何跟进这个城市的脚步 提供合适它的供水服务 也变得至关重要 我的工作是为企业提供新的理念 尽快加以实施和应用 我没有技术背景 但我可以找到更好的想法 从而确保浦东的运营得到迅速的改进 比如说水表操表员 我们大多数的员工不知道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或电脑 为了提高我们的水表操准率 并且也为了我们能在办公室进行有效的后台数据监控和分析 我们提议使用智能手机对水表进行拍照 然后通过音乐网把图片发回办公室 为什么要用智能手机呢 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智能手机进行自拍 然后再通过网络发送照片 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将水表的操准率从70%提高到98% 我们很多的技术人员曾经告诉我 当他们使用新的工具 并且可以同时改进工作效率时 是多么的高兴 看着他们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进步 并且热情高涨 是多么的让人激动 我认为这是一个增加我们威利亚员工归属感的一个正确方向 当人们看到实施新流程的困难时 我看到了提高技能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